会员冲不起 而是完结文更具性价比 如烟提醒你脸好歪发 背好鼠片 故事开始 我生病让柳如烟送我去医院 她却让我忍忍 并告诉我纪伯达小区停电她怕黑 她要过去陪纪伯达 第二天一早纪伯达给我发了张照片 复文柳如烟真是个好老婆 照片里的柳如烟穿着围裙为她亲自下厨 在我的记忆中柳如烟是很讨厌油烟味的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她不是讨厌油烟味 而是讨厌我而已 而我直接对她说柳如烟送你了 纪念日碰上周六 我兴致勃勃地对柳如烟说找个地方庆祝一下 柳如烟却面露难色回复我 纪伯达说童童明天想去游乐场 那里好像有主题活动 纪伯达怕自己一个人看不住孩子 他就不能让他的父母帮忙 或者是他的朋友就非得你去 我心里憋了一口浊气不吐不快 柳如烟摇摇摇头叹了口气 他父母年纪大了没有那么多精力了 而且明天是周六朋友们也有自己的事 我冷下连起身就要走 柳如烟慌了一把拉住 我终于你体谅一下我行吗 我也没办法纪伯达跟我开口我拒绝不了 我心里很累这件事什么时候能到头 柳如烟却说等彤彤大了纪伯达适应了就好了 他说的毫无底气我却只能再次妥协 最可笑的是纪念日我的妻子去跟别人过 我既不能生气也不能不满 甚至还要笑脸相送 他们玩得开开心心 而我只能在家里啃泡面 我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电话那头传来了纪伯达的声音 如烟彤彤要去上厕所 你可以陪他一起去吗 小胖牛真是长大了都不让爸爸陪了 爸爸是男生我要妈妈陪 一声妈妈让我的脑袋猛了一下 柳如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终于我先挂了回去再说 电话挂断我的心被凝成了一团麻花 没有多想我直接回播了过去无人接听 挂断再打还是无人接听 直到第四个纪伯达接起了电话终于有事吗 柳如烟呢让他接电话 他就像没有听到我声音中的冷意 继续温和地说如烟陪彤彤去厕所了 你有什么事吗 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这样的对话让我有一种身份对调的荒唐感 就好像他才是柳如烟的丈夫 而我只是个没有眼力见的外人 纪伯达继续说你不用担心 如烟很好我们玩得很开心 一会儿我给你发几张照片吧 今天过节你也感受一下 没有等他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现在的纪伯达让我感觉无比陌生 可明明从事情发生到现在不过一年 纪伯达的妻子叫苏苏 他和柳如烟从小一起长大 是柳如烟关系最好的闺蜜 一年前他去世了很突然毫无征兆 那一天和平常一样 苏苏下班后约着柳如烟去夜跑 可是就在柳如烟离开后的半个小时 苏苏心等去世了 这让柳如烟陷入到了极端的自责和自我厌弃中 柳如烟是医生他觉得自己原本是可以救苏苏的 而他偏偏在那一天提前离开了 这样的痛苦几乎淹没他 我实在心疼 所以在纪伯达因为彤彤大哭不止 柳如烟一脸温柔目光里都是纵容和宠爱 其中一张照片被我放大了 这是为数不多纪伯达出镜的 他和柳如烟把彤彤夹在中间 三人脸上都是幸福的微笑竟然一点都不违和 真像一家三口啊 柳如烟直到晚上十点才回来 他一脸疲惫看见我张口就说好累啊 对了今天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柳如烟兴兴奋地跟我讲述着关于彤彤的各个瞬间 就好像一个急于炫耀自己女儿的妈妈 我静静地看着他半天没有得到回应 柳如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怎么生气了 我问他你就没有其他要跟我说的 柳如烟统统为什么会叫你妈妈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皱了皱眉她想她妈妈了 她说今天能不能叫我一天妈妈 你说我该怎么去 没有解释没有安慰没有愧疚她把问题丢给了我 就像曾经很多次那样 我和柳如烟不欢而散我自己去了客房睡 中途我好几次想要跟她好好谈谈 都被她的冷脸挡了回来 苏苏在的时候把纪伯达照顾得很好 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贤妻良母 更是纪伯达身后最大的靠山 为了让纪伯达心无旁景地钻研她的学业 苏苏不仅要照顾家里照顾孩子 还要辛苦工作维持家用 苏苏曾说只要纪伯达愿意会一直支持她 她说到做到直接把纪伯达养成了个废物 连脚水电费都不会的废物 最后还是柳如烟教的她 可是她服额长探怎么这么难比我做实验还难 柳如烟哭笑不得那我以后给你教 纪伯达不会做饭有一次差点烧了厨房 柳如烟只能放下手中的工作赶过去 后来她开始帮纪伯达点外卖 家里的灯坏了纪伯达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可以找修理工 得到的回复却是算了把她不善社交 有一次我和柳如烟正在不交作业 我们两人都动了情纪伯达打来了店 彤彤发烧了怎么办 如烟帮帮我 柳如烟二话不说推开我就走了 独留我一个人在床上 后来发现是纪伯达给彤彤吃了烧烤 孩子直接肠胃炎进了医院 纪伯达没办法一个人带孩子出门 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孩子生病 柳如烟随叫随到 她肩负起了苏苏的责任 这让她的心态慢慢平和了下来 我知道她在补偿 可是这个补偿的过程却让我越来越难受 我感觉我已经快到极限了 我准备跟柳如烟好好谈谈 可是早上等我起床她已经走了 桌上放的早餐用保温盒装好了 有粥有包子有鸡蛋旁边还有一张纸条 忠义对不起昨天是我脾气不好 我不该那样跟你说话 我知道你一直在体谅我 到了科室我跟护士打了声招呼 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说话甚至都结巴了 开始我没在意等到推开柳如烟办公室的门 我终于明白了感情 他们以为我是来捉见的 只见纪伯达坐在柳如烟的办公里上 他戴着眼睛熟练地使用着柳如烟的电脑 那台柳如烟连碰都不让我碰的电脑 我现在什么心情呢 不那么惊讶有没有很意外 只是心还是忍不住往下一沉再沉 忠义你来了随便做不要客气 我这会儿有点忙就不给你倒水了 纪伯达最近心情不好 他想酥酥的只是过来跟我聊聊天 至于电脑他老板突然联系他说有实验数据要改动 这就是我等了一个小时等来的解释 我已经越来越看不清柳如烟的底线在哪了 今天你可以让他自由出入你的办公室 明天是不是家里也来具自如 柳如烟沉下脸我已经好生好气给你解释了 你非要这么阴阳怪气 我叹了口气有时候一些最真是自己找的 你早上问我能不能多给你一点时间 我的回答是不可以说完我起身就要走 柳如烟一把拽住我你什么意思 柳如烟你要么把纪伯达从我们的生活踢出去 要么把我从你的生活踢出去你自己选 他脸色难看死死的盯着我你就非要这样逼我 我咬紧牙关我逼你 你当初说要给纪伯达二十万 我眼皮都不眨就同意了 这大半年因为纪伯达 我已经过上了丧偶式婚姻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柳如烟我已经隐忍的够多了 现在是你做出取舍的时候了 柳如烟低吼素素不在了 我只是想帮帮他而已 为什么就让你那么难以忍受 我跟纪伯达之间轻轻摆摆 你为什么要小题大做 我失望地看着柳如烟 我从来不知道他会这样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放手柳如烟冷着脸抓着我的手 却加重了力道 我心里翻滚气恶心 刚我让你放手 推档间小腹传来一阵隐痛 让我到抽了一口凉气 柳如烟紧张地扶住我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他 我怎么样跟你有关系吗 柳如烟我希望你能尽早做出决定 我和柳如烟陷入了冷战 但他却好像有了改变 他依旧每天早出晚归 我不知道他在医院是怎么样的 至少在家他不会再半夜出去 也没有了一个又一个不间断的电话 而我却并没有感觉到好受 心里仿佛压了一块石头 有时候甚至胸闷气短到喘不上气 还有腹部的疼痛一天比一天平凡 这让我很烦躁 我不算一个情绪敏感的人 不然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地纵容柳如烟 可是纪伯达竟然能把我逼到现在这样的状况 他也是有真本事的 这天我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中卧室的大门被打开 柳如烟走了进来 蹲在我床边拉住了我的手 他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你别不理我 我敢还不成吗 我以后不那样了我保证 他说他不会再让纪伯达去他的办公室 他不会再帮纪伯达订餐 他不会再个人去纪伯达家 如果飞去不可 他会跟我一起去他保证 他会让纪伯达从我们的生活里退出去 于是在纪伯达又一次给他打电话 说彤彤好像发烧了的时候 我跟着柳如烟去了他家 纪伯达开门很快 他披着睡袍袋子没进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按骂一声 手忙脚乱地合拢的睡袍 这一刻我握紧的拳头 已经举了起来柳如烟连忙拉住我 我冷冷地看着纪伯达一眼 拉起柳如烟就走 这是第几次了 他穿着暴露在你面前 这是第几次了 柳如烟沉默了 我只是过来帮忙 为什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那么龌龊 我龌龊 柳如烟正常女性遇到这种情况 就算不告他性骚扰 也至少会远离他 这只是个意外 肯定是童童突然发烧他眉顾的伤 柳如烟还在替他辩解 我冷笑一声照顾孩了眉顾的伤 就穿这个内裤照顾孩子 要真是这样我们应该报警 好了柳如烟语气不善地打断我 你就非要得礼不饶人吗 原来是我得礼不饶人了 柳如烟离婚吧 突然觉得自己头顶上有点绿 却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绿的 柳如烟最终没有上去 但还是给纪伯达发了条消息 如果彤彤真的不舒服送他去医院 我们沉默地回了家 柳如烟说终于我们谈谈吧 我摇摇头太累了明天吧 这一觉睡得昏昏沉沉的 半夜的时候我被右下腹钻心的疼痛疼醒了 太疼了疼得我冷汗直冒 如烟我喃喃地呼喊着 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喊出了声 就在这时柳如烟推开卧室门走了进来 剧烈疼痛的我没有注意到 此时的柳如烟已经穿戴整齐 我抓住他的手我肚子疼送我去医院 柳如烟却打断了我肚子疼中一米人人 我一会儿回来再带你去 纪伯达他们小区停电了 彤彤怕黑一直在哭闹找我 纪伯达处理不了我得过去看看 柳如烟送我去医院 此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严重 我只是下意识地觉得我必须去医院 柳如烟却推开了我的手你成熟一点 彤彤是苏苏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孩子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不顾我白的像鬼的脸色 不顾我的声声哀求 最后我给120打去电话后 我几乎是脚扶着爬到门口打开门的 几十米的距离我的心一寸一寸的凉了下去 急性蓝尾炎医生说很严重必须手术 我的脑子疼得发猛一定要开刀吗 医生好笑地说一截烂掉的东西怎么还舍不得切 对啊烂掉的东西就应该切掉 我自己签的字自己请的护工 手术后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中途被护工一遍遍叫醒他说是医生要求的 在睁眼柳如烟立在了我床边 他满脸憔悴 眼中全是心疼和歉意 他会在这儿我一点也不意外 这是他们医院很多医生都见过我总会有人告诉他的 柳如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中逸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么严重 我冷漠地推开他柳如烟离婚吧 他抖了下声音干涩地说中逸是我不对我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会这么严重 中逸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柳如烟不同意离婚 他请了假退了护工亲自照顾我 我既不拒绝也不发表意见 随他折腾现在的我只想恢复好身体赶紧出去 期间不少柳如烟的同事过来探望都说柳如烟对我好 我笑了笑不知一词 柳如烟见我如此脸上的表情也淡了去 他跟我说了很多话 他求我原谅说他会打的 他说他不会再去管纪伯达了 他要跟我好好地过下去 可我已经泄了那份心思 人啊生一场大病后好像总是能有一些动物 为什么明明知道他会这样不早一点就离开呢 因为有感情啊 而现在这感情也满满地消失殆尽了 不管柳如烟怎么解释我能跟柳如烟说的只有一句话离婚吧 而纪伯达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的我说他想跟我谈谈 于是我趁着柳如烟回家的功夫把他叫到了医院 他说抱歉让你住进了医院 我笑了 你让我住进了医院 你是揍我了还是捅了我一刀 纪伯达的脸将了下似乎没想到我这么不留情面 他过惯了被人捧着的日子 就觉得谁都该捧着他 有什么就直说吧 你的时间并不多 沉默两久纪伯达开口道 你把如烟让给我吧 没有如烟我的生活团乱我跟你不一样 你有工作有能力但我还在读书 最重要的是彤彤他不能没有妈妈 没有妈妈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其实我看不懂纪伯达他一个学霸 不管是能力还是认知都应该凌驾在大部分人之上 可他却能如此理智气壮的说出这么大言不惭的话 我上下打量着他我已经跟柳如烟提了离婚 是他不同意 看来你想让他给你孩子当妈还要努努力 纪伯达若有所思的走了 我想离婚的心有多坚决 柳如烟不想离婚的态度就有多坚定 为此他甚至在我出院的那天跟我说我们要个孩子吧 我满目荒唐地看着他你疯了吧 柳如烟一直不想要孩子 因为他的工作他想要有更高的成就 孩子就是阻力 所以柳如烟一直想的是晚两年再晚两年 我也想要自己的孩子 可是相比较那个还没存在的孩子 我更在意自己的妻子 所以我理解他 尊重他并支持他 我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的关系几乎智力破碎的时候提出要一个孩子 我的心里没有任何开心只有脑梦 那是一个生命不是你拿来弥补错误的工具 我知道柳如烟也不好受 可是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作为成年人就得承担责任 柳如烟请了年假在家陪我 他想修复我们的关系 可以于事无补 这样胶着的状况不仅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他 可能是被我的态度激到了极点 柳如烟跟我请了一天假 方方酒吧开业邀请我了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我说不去 那我一会就回来 说完我就继续看手机 可是等了五分钟站在一旁的人都没动 我疑惑的抬头还有事 柳如烟抢笑着摇摇头叹了口气 那我走了很快就回来 等到他关门离开我疲惫的闭上眼睛 我知道柳如烟在期待什么 他希望我像以前那样送他过去陪着他 再不计劳到他两句叮嘱他少喝酒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 在他一次又一次的为了计伯打早出晚归的时候 我就收回了那份关心 那时候倒也不是自己有多拿得起放得下 更多的是在赌气 终于我攒够了失望转身离开 他却突然回头开始找我 这叫什么爱情时差吗 柳如烟回来得很晚 我听到了他开门的声音 也听到了刺卧开门又关上的声音 我以为他进了房准备出去拿水喝 却看到柳如烟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我正了下 他抬起头看到我立马收敛了脸上的脆弱 他抢笑着问我怎么了 我说渴了我打开冰箱刚想拿水 柳如烟却站了起来别喝冷的我去烧热水 很快两分钟就好了 柳如烟我叫住他我不喝了 说完我转身就要回房 柳如烟却跟跟呛呛地冲了过来 他抓住我的手终意 我不明白为什么就到了这一步呢 柳如烟的身上带着酒为他眼眶通红 终意我就真的那么不可原谅吗 我抬起头叹了口气在我做完手术的那天 你在纪伯达家给他和彤彤做早餐 纪伯达说你真是一个好妻子 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这么好的妻子 我竟然没有吃过他亲手做的早餐 我放缓声音 如烟你说想要跟我有个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真的有了孩子会怎么样 柳如烟气气哀哀哀地看着我 我们就是会越过越好的幸福美满 只要你原谅我 终于我知道那天扔下你是我不对 我不该那样我伤了你的心 我跟你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真的 我叹了口气 你猜如果我们真的有了孩子 当纪伯达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同时生病 你会先送谁去医院 我肯定柳如烟迫切地想要给我答案 我打断了他你会去送纪伯达的孩子 因为他连怎么挂号都不会不知道在哪里拿药 一个大男人连在医院里都能迷路 你可能一开始会对自己的孩子心生愧疚 但你会想他终归是你的孩子 你有一辈子对他好 然后慢慢的你会连最初的一丝愧疚都没有了 你有妈妈彤彤没有你就不能让让他 他已经够可怜了你还要跟他抢 你已经够幸福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自私 柳如烟泪水连连地摇头你胡说我不会这样 我怎么会这样对自己的孩子 忠于我在你心里就真的这么可恶吗 我只是通过你现在的行为去推导你将来可能会做的事 我不希望将来某一天等我们真的有了孩子 我的孩子会过上明明有妈妈却又好像没有妈妈的日子 毕竟谁争的过去世的人呢 我不会我怎么可能这么做柳如烟无措的摇头 我看着他不会吗那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对我 让我明明有妻子却又好像没有妻子 柳如烟面如死灰我改忠意我会改的 我点头我相信可我不想陪你改了 一个哥兰尾的小手术能让他长多久的记性 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一年淡年 他肯定会改的不改还算人吗 可是纪伯达还在他的孩子还在所有的一切问题都还在 他狠得下心不管不顾不闻不问 到时候不过又是下一个循环罢 相比较幡然醒悟我更相信一错再错 纪伯达给我发来消息你会离婚的对吧 我皱了皱眉你想干什么 柳如烟当着我的面删除了纪伯达所有的联系方式 删除前我看到了无数条未接来电和未读消息 柳如烟的态度让纪伯达慌了 前两天苏苏的父亲高血压进了医院 听说苏苏的丈夫床前静笑亲自照顾 多么感天动地可是纪伯达哪里会照顾人 他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好 但这应该是他唯一能接近柳如烟的方式了 结合他给我发的消息他想做什么不言而语 我给柳如烟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无人接听 我又给纪伯达打直接关机 心急如焚笑我直接联系了苏苏的父母 他们告诉我纪伯达说有事要跟柳如烟聊 他们一起去了酒吧我直接开车杀了过去 等我到了方方的酒吧他们已经离开了 纪伯达半搂着搀扶着柳如烟 方方问我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声音冷到了几点纪伯达要动柳烟 方方有些人卖为了用最快的速度找到纪伯达和柳如烟 他打了无数个电话最后还真让他给找到了 我们闯进套房时纪伯达正和柳如烟深吻在一起 柳如烟相间半露纪伯达的上衣已经不见了 我的脑袋郁郁坐响上去直接给了纪伯达一拳 纪伯达捂着脸恶狠狠地看着我你疯了吗 你不是说了你会跟如烟离婚的吗 我咬牙切齿我看疯的是你 想要得到一个女人你可以去追可以去求 你却偏偏要用最下座的方式纪伯达你真让我恶心 柳如烟最后被我带了回去他闭着眼睡得很沉 方方厌恶地看了纪伯达一眼他问我要不要报警 我淡淡地说等柳如烟醒了再说 柳如烟直到第二天中午才从卧室出来 他扯扯嘴角忠意你恶骂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我摇摇头你说错了你应该跟我说忠意我们离婚吧 柳如烟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你瞎说什么呢 我猛抽了一口烟 昨天当着你朋友的面我没有下你的面子 柳如烟我知道你没有醉到那个程度 柳如烟慌忙摇头什么呀你在说什么我不懂 够了我们同床共诊这么多年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 你是自愿跟纪伯打走的 柳如烟垂在身侧的手在发抖 他跟腔的跌坐在第五只脸痛哭 我不想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忠意我好累 我快要被压垮了哭着哭着他猛的抬头 我喝多了忠意我只是喝多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最后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我已经厌烦了他这样的自欺欺人 柳如烟你现在要告诉我 酒精已经可以操控他人去做他不想做的事了吗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吗 柳如烟那只是酒而已我不相信酒后乱行 我只相信借酒约炮 我和柳如烟离婚了他主动要求精神出户 把钱 房子 车子都给了我 最后他只有一个要求忠意你别恨我 我不知可否哪里说得上这么浓重的情绪 我把和柳如烟有关的东西都扔进了垃圾桶 我把柳如烟的痕迹慢慢地从我生活里踢了出去 谢靖喀是那个跟我从校服走到婚纱的人了 这一切都不难最难的其实是双方父母 我们悄无声息地把婚礼了 等他们知道消息黄花菜都凉了 他妈和我妈都哭到了我面前骂我冲动 一个骂他女儿不懂事 我跟他们解释了我和柳如烟之间的矛盾 但隐瞒了柳如烟和纪伯达的这算是给彼此一个体面 可是纪伯达非不要这个体面 他逼婚到了柳如烟家 他说要么结婚 要么就把自己和柳如烟的事宣扬出去 柳如烟的父母差点被气到住院 我妈也转移了目标开始骂柳如烟 但我的生活还在继续 我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回家 一个人享受补处的时间 没多久我就适应完 我有很多种获得幸福的方式 婚姻法是最冒险的 这话是我的感受不适用于所有人 柳如烟和纪伯达结婚了 只领了正没有办婚礼 但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 闲烟碎鱼也就慢慢出来了 有人说柳如烟最开始的目的就不单纯 他给纪伯达20万又那么帮纪伯达 其实就是看上了纪伯达 说不定苏苏还在的时候 两个人就不干净了 八卦这个东西只有更脏没有最脏 有人说纪伯达就是块牛皮膏 要沾上了就扔不掉 柳如烟就是活该上赶着当冤大头 也有人羡慕纪伯达能抢了别人的老婆 这是耻辱吗 不这是成就 以前有苏苏照顾他现在有柳如烟 但只有纪伯达知道他过得不好非常不好 没有婚礼他忍了毕竟苏苏才走一年 说出去不好听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竟然让他跟他一起住医院宿舍 柳如烟净身出户了所有东西全给了我 怒不可遏的纪伯达找到了我 他要求我跟柳如烟重新分配财产 我似笑非笑地说 你是要把柳如烟给你的二十万也还给我吗 纪伯达你真是个好人 纪伯达被赌得哑口无言 他大吼你怎么好意思让一个女人惊身出户 我嘲讽到那你是怎么好意思让一个又一个女人来照顾你的 纪伯达我劝你识相点别给脸不要脸 纪伯达有点懵我从没对他说过重话 纪伯达不知道 我给他的所有体面都是看在苏苏的面子上 苏苏是个好女孩 他是苏苏的丈夫 是苏苏唯一孩子的父亲 不仅是我其他人也是如此 那些会跟纪伯达来往的人都是因为苏苏 包括柳如烟 所有人都变了那些会约他喝酒 吃饭 打牌的人 都跟他断了联系 纪伯达恼羞成怒追问原因 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约你出来是怕你难过 现在看来你过得挺开心的 那家他一直免费健身的健身房拒绝了他的进度 他问为什么 老板很不客气 你要是勾引我老婆怎么办 我可就一个老婆 纪伯达太生气了 他把这件事告诉给柳如烟 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安慰 可是柳如烟说他们都是苏苏的朋友 不是纪伯达的朋友 他纪伯达离了苏苏 原来连个朋友都没有他 只有柳如烟 柳如烟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人 胜过苏苏 没关系柳如烟净身出户 也没关系他那么会赚钱够自己花的 可是柳如烟也变了纪伯达想回大房子 住柳如烟不肯 那是苏苏的房子 你应该把房子卖了 然后把其中一半的钱给苏苏的父母 纪伯达瞪大了眼睛凭什么 因为那是苏苏的房子 他的父母也有继承权 老人家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不跟你计较你自己应该懂事 纪伯达气坏了开始跟柳如烟冷战 他希望柳如烟主动低头 就像曾经的苏苏那样 可是柳如烟没有他不仅不低头 甚至不做饭 纪伯达说他饿了柳如烟 就让他去吃医院食堂 他说他不喜欢柳如烟 就让他自己点外卖 纪伯达急得跳脚 明明曾经柳如烟会帮他搭配好食物 偶尔还会给他下厨 纪伯达跟柳如烟对峙 柳如烟疲惫的柔了柔眉心 那时候我只是怕你因为 苏苏的突然离开伤心 过度不顾身体 纪伯达有一个本事 他总是能忽略到自己不想听的话 于是他质问柳如烟 那你现在就不怕我伤心吗 柳如烟怪异的看着他 如果你真的伤心 为什么会迫不及待的要跟我上床 现在的日子明明是纪伯达求来了 可他却过得一点都不顺心 纪伯达决定给柳如烟一个教训 他抱了个旅游团 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玩得很开心 直到有一天 他的卡刷抱了纪伯达蒙了 他给柳如烟打电话 让柳如烟给他打钱 柳如烟冷冷地说没了 没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钱了的意思 纪伯达不幸连夜赶了回去 他质问柳如烟 你现在连钱都不给我用了吗 柳如烟你怎么可以这样 柳如烟却面无表情我没钱 我就是个医生 普通医生 你凭什么觉得我家财万贯 可你以前明明 柳如烟打断他 因为那时候有忠意 他能帮我分担重负 你能做什么一无是处 纪伯达从来没有被人这样说过 他气得大吼我要跟你离婚 柳如烟却直接拿出了 离婚协议书签字吧 纪伯达只是吓唬吓唬柳如烟而已 他怎么可能离婚 离了柳如烟他再去找谁 他只是想让柳如烟给他钱用而已 可是见了柳如烟坚决的态度 纪伯达怕了 他只能咬紧了牙关不松口 把他逼急了他就绝食 柳如烟最怕他不好好吃饭了 可是现在的他去面无表情 甚至还带着点审视 后来他喊喊的说 我那时候一直不同离婚 他也是这种感觉吗 纪伯达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想知道 他觉得自己找错了人 原来柳如烟不过如此 他给我发消息 他想跟我说他错了 他想说柳如烟是个骗子 结婚前说得好好的结婚后就变了样 他想说他要换一个人 肯定会比柳如烟好 至少不会连钱都不给他用 他觉得我应该可以跟他有共鸣 毕竟他们都是被柳如烟伤害过的人 杉杉简简简 纪伯达最后只发了一句 终于我把柳如烟还给你吧 他觉得这句话可以很好地打开话题 他等着我来追问原因 到时候他就可以把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了 可是当消息发出去 一个鲜艳的感叹号出现在了面前 纪伯达盯着手机 看了半晌茫然地抬起头 第一次有一种被人打了一耳光的感觉 柳如烟和纪伯达的婚姻 只维持了半年后来他找了个妇婆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跟柳如烟离了婚 跟着别人跑了连孩子都没有 但是纪伯达不知道那个所谓的妇婆是假的 是柳如烟找来骗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同意离婚 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柳如烟把彤彤送回了苏家 因为他和纪伯达的事 他已经和苏家撕破了脸 不仅是苏家还有其他人说一句 重判亲力不为过 所以柳如烟最后被赶了出去 也不让人意外了 好在他们留下了孩子 那孩子柳如烟没办法照顾好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照顾 他想弄明白事情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是他第一次在晚上去纪伯达家 还是他第一次给纪伯达做饭 或者是他第一次因为纪伯达忽略我 更深在他一开始给出20万的时候就错了 只能说一步错步不错 后悔已经没有用了 毕竟是自己选择的路